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各位聽眾猜一下 因為我找不到位置拍 原來八德新街那條屎渦爆了 你用不著說我哪一棟大廈有多少好單位 不用 因為我找某一個街的屎渦被女王踩爆了 所以剛才封了路 即是人搶的魚燈滅 哎呀 我不知道他什麼 原來你那裡是鬥不到他 哎呀 我現在去到這個 什麼什麼 不是平時可以的 公司打到 哎呀 我不知得到 你踩爆了那條屎...這個...怎麼說呢 對呀 隨便吧 即是拍到車就行了 美女是特別蠢的 人蠢如燈滅 很難像我這樣 你明白嗎 好笑的 我真的很想上鏡打出來 人蠢如燈滅 人蠢如燈暗 就未必滅的 因為是教主說的 次姑 你不要挑戰教主所說的話 如果不然你會被王天擊殺 他會就你拿地獄的 是 明白嗎 他那個就是道教地獄 是 我那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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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爺教地獄 大家不一樣的 第一次講我 我本來想講 星期日明天想講 因為有一宗新聞 就是馬來西亞 有個拿督就是巫師來的 那他就整股造怪 是 那呢 最後呢 最後呢 就被馬來西亞通緝 去歸案 是嗎 不緊要 你先講 你講你那個 你那個 生積飲食 是 一定有人聽的 很多人不弄你牆的 是 那我那個呢 就留在後面再講 哦 那今天講什麼也好 我們有幾個題目可以講的 我們繼續研究一下 為什麼美女特別蠢 不如好嗎 我覺得這個題目很值得講 可以講 這個講十幾分鐘 我想跟各位聽眾說 呂黃是車都不懂得開的 所以呢 你為什麼不懂得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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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他這麼當禮的性格 你如果逼他開車 我想這樣講 會死多很多人 很多HIT AND RUN 我慰念眾生故 我慰 是慰慈 慰念眾生故 所以我不去學開車 你知道嗎 當然啦 我是為了大家好 你不能夠這樣冤禮 全部邪惱老人都死於非命 在一條路上 特意去等他們 一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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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過去 還要特意找人去獻花 你知道他們的虛榮心很瘦 我這個美女走過去獻花 我有沒有來的 哎呀 然後那個茶屋的時候 馬上丟了 嘩 這樣 OK 那我就慰慰廠開了 繼續 想一下 是 這個呢 這個 這個 美麗與智慧並重 很少人看的 這個口號 這個口號是1973年 誰想的呢 這個口號是梁淑儀女士想的 我以為是你 不是 當時我和鄧偉雄在做參謀 還沒說得到事 所以最後都是梁淑儀插板 那可能呢 他覺得美貌和智慧呢 兩樣東西不排斥 嗯 故此呢 很希望兩樣東西同在一起 但是原來呢 剛才你剛才說呢 我都感覺 深深感覺到呢 有些排斥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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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排斥的 是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呢 就是 最重要呢 就是 因為自己認為自己漂亮的人呢 事必都是愚蠢的了 那很多人都認為自己漂亮的 那很多人都認為自己漂亮的 是啊 認為自己漂亮 就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原來所謂的漂亮呢 都很多種不同的看法的 那這件事呢 一自認或者自覺自己是漂亮呢 那就自然是一個蠢人 一個燈幫 一個燈燈來的 為什麼呢 切官 你知道西方社會 你個個都說 你必須要有信心 你一定要對自己充滿信心 你不漂亮 你都覺得自己漂亮 你才會漂亮 because you are what you believe in 這樣嗎 這個呢 搞錯了一個問題 嗯 問題呢 就是 自覺自信呢 就未必一定全靠外表的 嗯 就靠好像你兩位這樣呢 對自己的思考 思想啊 人品啊 性格啊 都有自信心 就是自己 對自己有自信心呢 不是說漂亮 漂亮呢 很容易磨滅的了 今年漂亮 夏年都不知道漂亮不漂亮 是沒有保證的 不用啊 今天明天都開不了 如果你是衝維的了 是的 衝維呢 我保證除了你是老人痴癌 或者是患病之外呢 嗯 你沒有什麼可能毀滅了你的智慧去的 嗯 很難說啊 就是老人痴癌會的 就像我這樣開始 老人痴癌就會的 思觀啊 但是很多林老日花蟲那些呢 哈哈哈哈 都沒有什麼智慧的 都是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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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自己呢 還有能力 有心有力 是 其實呢 就有些問題的了 哈哈 好像我這樣呢 就 不林老都入過花蟲 經常入花蟲的了 你不要在咪前這樣說啦 會影響你的形象的 是嗎 你老婆聽到這個節目的 是嗎 立刻斷線 老婆不聽 也有聽眾聽說給他老婆聽 很嚴重的吧 好 不怕的不怕的 哎 花蟲的意思 不是一定要是 迷戀 疊戀花的 是 在那個花蟲裡 繞一圈都沒有所謂的 有花園 是不是 有花園沒有所謂的 有花園沒有所謂的 走幾個圈 但是就不下場跑的 跑園沒有所謂的 OKOK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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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到你要成佛的時候你就成佛 大部份人都是想成而成不了而已 正如大家都打算發達一樣 很想發而發不了 但到你發達的時候 你才說其實財富對我來說如浮運 那些就馬上說 對 你說得對 你一有心去成佛 其實就已經不能成佛了 你已經執著了有心去成佛 你好 你好 OK 美女差不多 為什麼畫面這麼黃呢? 你弄得我好像黃膽一樣 其實我幾乎姓雪的 你不要這樣 我這裡看不到 我這裡看得到怎麼拍 不是的 畫面很黃 是不是你的女生這麼黃 這個是我的寶貝仔 我的小小子很可愛 上來跟大家說嗨 Hello Hello 為什麼你這麼英俊 說一下笑的又說一下不笑的 想說笑還是不笑先 你作主吧 我們很尊重老人家的 你先走 說一下不笑 最近政府就說 它說那些固體垃圾 要用收費 什麼固體呢 就是氣味啊 剛才美女 Jorine聞到那些 就不是固體了 就是氣味 有些是燈光 燈光 好像銅鑼灣的 橙眼橙到你暈 那些是氣固體 光芒都是一種pollution 那些人那些臭味或難頂的姿勢 都是一種垃圾 不過不是固體 因為它聲明是固體垃圾 那些垃圾叫收費 這件事我覺得香港的 真是無其不由 為什麼呢 好像在外國這樣 譬如經常去旅行的日本 台灣這些地方 這些人已經開始 尤其是大城市開始 已經懂得把垃圾分類 和很小心處理垃圾 盡量用小垃圾 基本上在源頭上減費 就不是現在要給錢懲罰這樣減費 這件事我覺得懲罰性減費 就有些問題了 但是發起的人就認為 如果沒有懲罰性減費 譬如交袋不收五毛錢 那些人人民質素未達到文字未去到那裡 你沒有這種懲罰性的收費 那些人是不會死的 不知道要遵守的 不會自律的 這個請聽兩位說說 尤其你們在外國生長過一段時候 譬如呂王在日本 日本直接進步到帶垃圾紙袋去收垃圾 帶回家裡 台灣其實都很好 台灣我在城市區都不見到有什麼垃圾 那這些收費方法 或者減費方法 是不是有效呢 社會是不是因此乾淨了呢 請兩位討教一下 你先說 因為你做你這行是會比較多 譬如你煮食 那些是 你會比較清楚垃圾 對 廚餘那些 你自己覺得 廚餘很多 因為我自己覺得香港很多人 垃圾納都是固體垃圾 香港我覺得最多是什麼呢 人形垃圾 尤其是立法會裡面高度集中 所以如果要收費 我覺得每人在立法會成員裡面 當中可能有過半 是可以每個月收到九萬多的垃圾費 充公了這些人工 什麼 這麼多 對 充公了這些人工 因為他坐在那裡 別拿出糧 對 別拿出糧 因為你要給我們 幫你處理你的廢物 例如說 要訓練那些流浪貓捉老鼠 對 那你說這些是不是需要處理 這些垃圾的言論 垃圾的人 對 我覺得首先 阿星星光頭星 應該帶頭在那裡 作為這個垃圾徵肺的起源 這樣我們就會很樂意給我們的垃圾徵肺 那我願意 是啊 其實呢 講回就是 有很多垃圾回收的方法 例如外國 它不是有那個trash compressor 有啊 就是這樣就 壓扁了 那如果裡面不小心 有隻老鼠進去 就會聽到 這樣 然後就 然後血水流出來 是很普遍的 是啊 那如果你的房子是乾淨的 正常是廚餘 它是壓扁了 那你就可以拿來 扔進去你的花草草 那裡 但是香港哪來的空間 來種這個花草呢 是啊 但是你壓扁了 它的體積是小很多的 所以我相信 鄰近地區的偉大發明淘寶 可能很快就有一個垃圾壓縮器 是供給香港市民使用的了 會不會啊 又是垃圾經費 喂 它斷體積計的嘛 是不是 喂 我到底一代裡面 大部份都是空氣來的嘛 那如果我壓了之後 我就可以給少點錢 這個值得想 或者香港的創科局 是不是都應該做些東西 就是我們香港市民很慘 其實應該做外國人 就是你任何吃完東西 吃完東西的那些儲餘 或者盛用不完的東西 可以做Compost 那它就不是壓縮的 但是你用完 你又沒有味的 不臭的 很多營養的 用來種花草 或者如果可以大家 怎麼說呢 集合大家做的Compost 其實都很有用 不用用那麼多化肥也好 雖然香港已經沒有什麼農地要耕種 是的 但是香港人沒有這個習慣 香港人就是 是垃圾的東西去扔 這是一個很奇異的 而且如果你要徵收香港人的垃圾 我自己個人就不理會 我解釋一下為什麼我不理會 因為我住在這裡的死人大廈 就是藍絲鎮地 我由佔領期間煮食給學生 已經收到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的信 警告你們之類 然後他們叫食環處理 就說我處理垃圾不當 最近又收到信了 他們很蛇龜 他們不敢寫一封信 就說明哪個單位哪個用戶 只是說敬啟者 就說你很多垃圾 我們就不高興你這麼多垃圾 你要處理垃圾 那些非正常住宅用的垃圾 這個時候太忙了 沒空理他 正常的話 如果我有時間的話 我出一封信給他 就問他 請釐清 何謂住宅用垃圾 到底現在我是談到泥頭 還是工業用料 化學的殘餘 到底是什麼被你認定為 不是住宅的垃圾 那只是廚餘而已 你說的質地是量 譬如你說不是的 你每一個單位 每天只能扔這麼多垃圾 拜體積也好 拜重量也好 至少有個準則 但是香港你發覺很多現在 尤其是Mind me 很多低級的藍絲 他們的想法就是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我找個理由去安 政府都是這樣 我安個理由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我出一封信 去挑戰他的時候 相信我 他就啞了 他啞了 因為我不是泥頭 我不是化學的殘餘 那你有什麼可以說我 不是住宅用呢 Please define住宅用 Please define數量與體積 他搞得來 阿星星的垃圾經費都搞得了 到時阿姐我就放水 我就照交 他又不敢說得這麼白 說到無寧兩河 你們誰自己對他入座 他認為有人會 但是不會 都是那句 我跟你們玩 如果我要跟你玩 我就告到上 你明白地區法院 到時就看整個先例 我相信香港沒有這樣的先例 何謂 住宅垃圾 你的數量的Define 你現在剝奪我的住宅 我的住戶權益 是的 其實這個背後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垃圾佬 是blackmail 就是垃圾我 跟我說他每個月要加收多少錢 私自肯幫你賭你的垃圾 私自肯幫我賭垃圾 跟著 這個業主立案法團的主席 就是他的朋友 有一天捉住我在那裡聊 就說人家也很辛苦 我們幫一下他 一個月多 五六百元不是多 這樣 OK 是的 整個故事 我覺得這個 如果真的上到公司 會是一個挺有趣的故事 還有可以為香港 立一個先例 但是 看看他會不會 move forward 我就不是很 就是 我又不是說很有興趣 要跟他 玩大他的 但是如果他真的 不生性的 這件事留下的想法 其實送水花樓就好了 我角度來說 除非你是多垃圾 塞住走火通道 不是他可能只是計較你所謂的量 還是有多重 有多多 你不是多度影響了防火通道 其實不是有什麼辦法的 也不知道這麼簡單 如果你說塞走火通道 這樣算 那到底那些垃圾 為什麼會在那裡 有沒有一個責任 在一個垃圾島 不肯扔呢 譬如他要求我每個月 給他多些錢 然後我不肯 所以他霸丟我的垃圾 那就是他影響了 那不是你 那責任誰屬呢 所以我就說 這些低等藍絲 你任由他 因為我現在就是 反而等你放馬過來 我真的不疑你 因為我覺得我不管規 因為如果你說 你有清楚的條文 量和體積 都很清楚 而我是違反了 那責任當然在我身上 但是現在不是 所以就是放馬過來 也是一句 但是一般人的住 你說今時今日 其他的香港人 面對接下來要扔垃圾 我就覺得怎樣 因為我曾經住過台灣 那時候我就覺得 咦 為什麼台灣這麼有趣 你所有的垃圾袋 一定要買 特別是那隻垃圾袋 為什麼 是台北市政府 我忘記了其他省份有沒有 可分解還是環保一點 可分解 這很重要 他就說你一定要用那隻 當然政府有沒有錢賺到 我假設他有 然後他就會去收 如果你不是這個垃圾袋 他不收 那我個人覺得可以 其實我覺得對 對 因為你不知道 你現在大家用的垃圾袋 是否真的能夠 有些交代要一千年 才可以分解 那你其實用這些 可以分解的 幫一下環境 有什麼問題 是啊 對不對 但是現在香港的垃圾徵費 我想問次官 你在加拿大 是否都是這樣的 立法徵費 是否立法徵費 我認為市政府做收垃圾 我們收垃圾當然跟香港有不同 它不是每天收 兩個禮拜就收大垃圾 兩個禮拜就收大垃圾 大垃圾就是那些紙 那些不是隨魚 隨魚就是那個禮拜收的 就落一個綠色的green bean那裡 另外有一箱就是專收那些樽膠袋 膠紙等等 另外就是其他家裡的垃圾 那它分了類的 那我的感覺就是 原來人是需要生活習慣 是要慢慢養成的 是否佛可以懲罰性 就會使它們會自動自覺分類垃圾 或者處理垃圾 是未必的 我記得當年排隊 在我中學時的年代 六十年代 是根本是妙想天開的事 我每天搭巴士回去學 都要逼餐 哎呀 年得一身好武藝 不是打架 是爭上巴士 還有在巴士上 都怎樣佔到個位 但是七十年代開始 慢慢這個人 文明進步 會懂得排隊 說這件事是很大的突破 中國人會排隊 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不是開玩笑 會排隊 多謝英國人 正式大發明那一隻是級數的 是 是 是 真的很廢大 英國人的封工遺跡之一 創立了廉政公署 弄了公屋 九年免費教育 九年免費教育 但是香港教育就是一個災難 我們稍後可以講 稍後會講 稍後會講 是啊 無論在廁所他也不排 在銀行櫃完機他也不排 他什麼都不排 然後我想起 不知道 你那些一九六幾年出生的 你應該看過的 就是 這個末代皇帝溥兒 你記不記得廣幕 你長我幾年 你不是五幾年出生 寶貝 我六幾年的上一世都沒死 我八字頭的 聽我說 這個什麼 你記不記得溥兒 遇到他一生人最後的女人 即是後來的老婆 是啊 然後在廣場上 應該是接受外國教育 是啊 上巴士的時候 他就是after you after you 然後他老婆 就一手稱他上車 你after you完之後 你十輛巴士走了 除非你遇到那個 開拐掌 要不然你有機會 上車 你想想 那個年代的北京 是after you 你真是離地 皇上 哈哈哈哈 就是 人家都是這樣 我說回來 就是排隊 是沒有懲罰性的措施的 是 就是說 你不排隊 就罰你兩毛子 是沒有的 但是呢 政府因為在教育上 教育到 最重要是在學校教育 我記得我們那年時 有一科叫做公文 是 就是英文叫做Civic 我後來取消了 沒有了這科 就 老師經常講排隊 和看這個紅綠燈 最近我在香港很慚愧 真的慚愧了 我在紅綠燈面前 那些人是紅燈 就當然不過了 但是我老人家 看到紅燈周圍都沒有車 我就過了 原來是不對的 原來很多香港市民呢 紅燈 真的就站在那裡 邦國 佐敦道 就是油麻地 銅鑼灣 都是這樣的行為 其實手提出來的人怕死 因為可能你其實 如果你照著紅燈國馬路 可能都被人撞死了 因為有很多紅燈 這種又是一種很好的得行 綠燈國馬路都撞死了 又是學校的教育 所以看我來說 覺得處理垃圾 處理交通的規則 很多市民應該盡的市民的得行或責任 是培養出來的 是你家裡老爸老母怎樣教 怎樣用身體實行出來給你看到 你家裡你把垃圾分類 或者那些鎚魚包得好 用來處理它 你小孩自然下一代的行為就跟足你做了 學校也是 社會也是 所以我覺得不只是靠懲罰性收費 收費是有一個警戒作用 但是我們知道 人呢 尤其是香港現在 扣襲了這麼多其他人 那些人不怕你 不怕你懲罰 有錢就大殺 七姑 怕什麼 老子有的是錢 對 我對你還不怕怕你們香港 你來收錢總共開 抄你的幣 抄你的幣 有一個聽眾 女王搞你的那些就是住宅垃圾 好笑 好正 還有呢 很簡單 如果我真的想玩 有一個人就說 另外一位David Jang 就說送一袋兒媽筋給他 如果是這樣 我玩大一點 我就拿那些兒媽筋 沾一些啡紅色的塗料 硬色的塗料 黏在整個垃圾袋外面 一個有黏貼作用 就是我流量大 不好意思 就放在那裡 我作為辟邪用的 是不是住宅 這個住宅 這個住戶真的是女人 是啊 你大姨媽也是人權 就是 如果沒有大姨媽 人類不存在 是啊 沒有姨媽何來有你 就是 你老母也有姨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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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麥特一點 但是我呢 就覺得 好邪啊 很多東西是自動自覺 就是 會包得很好 又不會 又不會 流出來 那些汁又不會 寫到周圍 很多時候 好令人想阿菲菲 這些用詞 我察覺到 我來過你那裡看過 那些垃圾處理呢 起碼你都教導到 那些工人呢 是很小心 就是不會亂來的 至於那個老友 會不會嚴重過多呢 這樣呢 這個世界呢 人之常情 希望拿得多 一兩個崩 他就覺得開心些 但是這樣 其實看回來 那個業主立案法團 比如說我住那裡 你可以倒垃圾 但是他其實樓梯口 是有個很大的箱 有分類給你的 所以我現在有一箱 我會叫他拿去 你自己分 膠瓶 你扔進膠瓶 那我的工人自動自覺 就會去分 就是其實他 他也給他一個設施來的 比如說你的業主立案法團 低級藍絲 他就不想想這些 就叫你們去做 其實他自己都會負責 發生什麼事呢 這棟大廈門口 是 聽清楚 是整棟大廈的門口 曾經就擺過 這個三式的分類箱 每個就只有一個 小垃圾桶的大小 我完全不知道 那些低級藍絲的 老細胞道有沒有開發 為什麼整棟大廈 是可以容納在這三格裏面 而什麼會發生 就是由於銅鑼灣 銅鑼灣之前很多事情 就會引融 尤其是星期六日他們放假 他們就不管上面寫什麼 可能是不懂得看 所以他們後來加上印尼銀 金屬、膠、紙 沒有用 沒有用 全部都是一杯杯的 貢茶、蟹腳亭 那些 全部都放在那裡 總之他看到有位 他就塞進去 其實我覺得 你也是那句 你那些低等藍絲 你這個垃圾分類箱 是不是應該 這棟大廈裡面 每一層都有 那些大廈門口 還要是其他周邊的人 通了一個公共通道 我肯定是私人地方 但是是公共通道 大家都是這樣走進去 那你就搞到這樣 是啊 那些就是 一人一得受問題 沒錯 人蠢沒有弱衣 凡是這些人蠢 他不知道這個 垃圾怎樣處理 其實他不是現代人的心態 這些 我覺得他不是就是蠢 他們就是覺得 人家個個都是這樣做的 不如 反正我都亂丟了 我就跟著亂丟了 他不是不知道的 可能 可能我家裡的僱主 他是分類的 但是他出到街 他不會自己分類 就是他不是蠢 他是武功德心 就是我好混蛋 那時候 我和細波年 Dolin說的事情 他會跟我說 你對著我說好了 你不要在咪前說 我怕我會不小心 說那些不應該的事情 但是我經常走來走去 我真的很得罪說一句 你真的日本 這個國家 這個民族 I'm so sorry to say so sorry 也好 就是真的優越於其他民族 是啊 Come on face it 你去印度 你去完印度 印度當然厲害 他的軟實力的出產 包括他的佛教 他的印度教 他的儒家 喂 是不是真的遍佈全球 所有角落 也就是 但是你去到現在 你看到是怎樣 就是通街垃圾 那些人大喊 不斷地大喊 很吵 然後他們還停留在 如是我聞都會說飲食 他們還停留在 唐 令到你開心 唐是幸福 然後薯仔飯 糖水 越甜越好 就是還在那個階段 那個原來的思想 他不管他們 無論糖尿病人 每年死多少 然後每個都 有關節毛病 他太肥 都繼續迷信 說糖是幸福的來源 肥就有福氣 肥就有福氣 那些 你覺得很好 就是那些男人 娶了女人回來 結婚之前很瘦 結婚之後 如果你瘦 那個老公沒有面子 那你真是推你老婆去死 其實都是小龍DNA的一種 是啊 是啊 我真的覺得 很低等 I'm so sorry 但是 你發覺 韓國 不是在韓國有錢的 即是說南韓 那些化妝品也好用 那些戲也好看 那些女兒也更加索 就是我們說的K-POP 但是 弄了之後 但是你發覺 大哥在街上走 他真的撞到你 直接彈到牆 推你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 然後他撞到你 他不會跟你說對不起 那些戰爭民族 Excuse me 又沒有 但是在日本不是這樣 日本是 在街上 垃圾桶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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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個都自己戴了一個 膠袋 塞了 然後回到自己分類 他連 譬如說 你買一個東西的包裝 他有些是有金屬的 有些是膠的 有些是紙的 他還會跟你拆開你 入的 是啊 每一個都會 是啊 所以現在你說 日本做Airbnb 為什麼這麼多人反對 但政府又沒有完全去 說這件事不行 就是因為你太多大陸人 還有其他國家人來到 你那龍大廈的人 真的覺得很崩潰 那其實香港人都不受歡迎 人家現在進去 每個人都分類 你零零射碎 那個單位整天有人出入 而他不分類 你還不是Airbnb 正在工 是啊 沒錯 是啊 但是你Airbnb那個單位 那個owner 他又想賺錢 是啊 但是他又很難 那裡沒辦法 跟那個大陸大媽說 你要垃圾分類 他真的這樣 就認識你了 是不是 你有多少人去旅行的時候 你能夠不丟架呢 其實 但是有些人去出旅行 覺得我在那裡做的事 我以後不會再見這些人 我更加放肆 這兩個人 你知道 這是文明進度的差別 你看到文明進度的進程快了 有些進程慢了 但是最大問題就是他不肯將進程加快腳步追上別人 人家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生活得健康一些快樂一些呢 他是用了另外一個自己自私的方法來解決 是 我覺得譬如在加拿大我們在源頭上已經減費了 譬如在日本我從來沒見過發布膠 即是用發布膠來包裝一些鎚魚 我吃剩這些現在的人已經開始吃到家裡去另一餐吃了 但是你會發現真的是陰功 個個都是用發布膠的 你知道發布膠有個方便的地方 它有些人用 但是它有個很有藝的地方 它一百年都不化的 封在地下 好像很多人那樣 是啊 那個是不化的 不化即是說 不懂得解放回到泥土那裡 那麼日本我見到不是現在 在70年代已經見到 它已經棄用發布膠 它用了一些用草或者石棗 那些人是貴很多 但是擔保你一定埋落地會化 燒的時候沒有異惡因 沒有那種子癌的物質 在空氣裡面混購 這些東西已經是文明進度快過我們很多了 現在很多地方都是的 陰功如果我幻想 譬如在大陸神州大陸裡面的13億同胞 而它們仍然每一個人都在用一些發布膠的食器 那麽混蛋 你想一下 每年用發布膠是多少呢 那個危害比我們用膠袋幾百倍 大哥 地球毀滅全亞有理 什麼時候都說 是啊 陰功 你看說有很多大陸衝來的垃圾 在海灘已經看得到 全部都是食用洗冷 每天8、5個垃圾來香港 我還說另外一個政治問題 我講具體的真正垃圾 你說發布膠收費 反而我贊成 發布膠呢 還為禍大一個紙膠袋 所以呢 在外國呢 譬如我家裡 隨意自己帶一些玻璃 玻璃啊 玻璃 玻璃的盒 玻璃的罐 去盛載了那些食證的東西 玻璃可以重用嘛 是 是沒有這個危害的嘛 玻璃 當年呢 我小時候 買油也是玻璃瓶 買火水也是玻璃瓶 買什麼都玻璃瓶的 買宵夜也是 買回來洗乾就重用 人家的車都帶著股 現在呢 其實呢 我們現在用了那些紙包的產品 紙的紙包本身有沒有害 我們不說 用在喝我們那些水裡面的膠質 當然有害了 我們又沒說 但是每天在生活裡面 消耗了的膠 和消耗了的紙呢 那些紙盒裡面 裡面有層膠的 嗯 危害呢 也很大 我覺得呢 這件事呢 就是 不是那麼輕易可以放過的 我覺得這件事處理了它 更重要 你現在處理那些 固體垃圾 其實呢 德國就先進了 德國現在 歐洲其實幾個地方都是 北歐國家 西歐國家 主要就是北歐 就是它們整間餐廳 它們沒有任何的東西給你拿走的 全部都是 一跌出來 磅重 是 譬如你100克的什麼 譬如你買杏仁 買 即是不會獨立包裝 是的 沒有獨立包裝的 譬如你牛油也好 那你自己找個東西 切一塊 牛紙 切一塊磅重 接著 那你就看重量去買 其實是好很多 譬如我要用多少 我自己知道 是啊 是不是 好像Jolene很喜歡用牛油敏身 全身塗 你啊 是不是 你的尖茄梨 她覺得很厲害 她一塊六幾年出生的女人 要保持自己滋潤 是很難的 我理解的 那八幾年我不需要 我最多是吃的 所以我和Jolene用的速度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你說同一塊的尖茄梨 就是carry gold 白女的牛油叫做 那我們兩個的速度會很不同 她可能一天用一塊 是 又吃又噴 是 那我呢 只是做一缸 在我的奶茶裡 那我就一直這樣瘦 她一直保持自己滋潤 她覺得 是不是 所以就說 如果我們去過店裡 自己拿一張牛油紙 去包 去清 那我便要買多少 買多少 是啊 好一點好 非常好 是啊 又彈性 跟著又可以封劍尤人 是吧 你可以減損 唉 但是sorry 地球上先進的國家太少 人口更少 但是呢 落後和智能斯的國家太多 而且人口更多 還有很有趣的 就是 當你去一個社會工業化 然後很延遲 就會做到很多立包 好像香港人會覺得 那些市場很方便 但是其實你去到一些比較發達的國家 發達的小鎮呢 其實是反撲歸真 他們走回以前說 去到一間小店裡 去買的 每樣東西都清 甚至你自己 其實在英國那些小鎮 你去那些Deli買東西 很多人是會自備一些盒 瓦、瓶、袋去買東西 不需要一件東西 就整個膠箱 其實在香港呢 我第一件事很有趣的就是 就是 開始這個膠袋徵費之後 我見過在七入市場 那個女人是罵那個收銀員 就是說 每一件東西 全部 就是政府立例 要給我膠袋 裝著一些冷的東西 你買一塊肉 就是七入市場買 要給我一個膠袋 是的 透明那些 就是每一件東西 都要一個膠袋 但是其實不用 他就罵那個人 說每件東西都要一個膠袋 就是你直氣了 我見過 在我樓下 我這個時候 我一定要幫忙 就是我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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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只有新鮮的 冷的東西 出水的那些 才會這樣分隔 是的 你其他那些買袋米 做什麼 但是其實很多這些 你買的時候 已經是包裝了 其實你裝的袋 只不過要加多一重 所以其實你可以幾件東西 混合 但是如果你每件東西 都要收一個 其實你可以拿十幾個這些膠袋 也是極度不患 但是很多人就是覺得 我為什麼要吃虧 明明可以免費 為什麼不拿 唉 是不是真的 這也是心態 小龍DN 是的 就是怕吃虧 要拿到盡 人有我有 為什麼他有我沒有 是的 就是不用想 到底自己需要不需要 這件事 你多不多交回去吃 真的 是啊 是啊 這個呢 這個都是我覺得 現在我們要支持住減肺 在我的立場來說 就認為一定是 需要從教育 或者是家教 或者是學校教育 或者是社會教育 去著手 我覺得懲罰性 就做了另外一個觀念 就是有錢就大了 是 有錢 有錢我給你啊 吹啊 這樣 當然 有錢大了 是香港現在一個普遍的規法 但是我們現在不想再加深它 再加深它 就個個認為錢大了 有錢可以解決任何問題 錢解決到的問題就是不是問題 是呀 真的很多人敢說的 在香港 是啊 香港人的觀念來的 這個呢 真的結了 變了 很多小孩 就不會覺得這樣的觀念是錯的 覺得這樣的觀念是對的 是他一世人的座右銘來的 就是有錢可以搞定的東西 就不是問題了 那就糟了 就是和巴士尼的 這個世界呢 跟著下去沒有說 有文明的進度 老老實實 我又要爆Dolin的東西出來 Dolin住的那一陣子 這個高尚住宅區來的嘛 就有很多大陸人的嘛 因為你高尚 那別人都高尚 那別人帶花錢 別人爸爸有李剛啊 有李飛啊 是啊 有意料路的時候 那當然是買那些 貴價不飽過億的單位的 你覺得他買了過億的單位 放在那裡 難道他還跟你說的垃圾經費嗎 大哥 你都散自中的散自 是啊 我姐姐一年才來住幾天 怎麼我把貨櫃都放出來 你跟我計 這樣吧 絕對是這樣 對啊 對不對 是啊 所以 你搞是搞了很本人 幾樣東西合起來也是 沒錯 我不是反對他的垃圾經費 我覺得比如你說那個膠袋 是要 因為我不能夠 確認你們現在的垃圾袋 是不能夠分解的 所以我要你們買 用分解的 甚至 我立你 我第一次給你一條條條 就是說 你不如弄到市面上可流通 可銷售的垃圾袋 他必須是可以分解的 所以要是可以分解的 所以要是可以分解的 sorry 他又要想想 我怎樣可以賺多一些錢 讓我們多建十條八條 一條泥大橋 一條不夠 有八爪魚 這麼多貴賺了又不夠 對啊 還有一個機場 three�跑 有形狀一條不夠 便會把四跑五跑 這樣我當然會よ voulais向香港市民大眾開刀 喂 在最低的工資加 Ada sollen兩塊兩個月半 然後又收藥裡面 不到沒價 甚至你低空間有些人加個火價 你湊 nenhum利息 有些人但是 색 Simone 而且我們肯定說 handing外 Hyper西關 我當meden很順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人沒有錢吃藥而死了 不是啊 但是香港政府繼續是闊腦懶你 繼續是我減了醫療2.5億 你剛才說的那一句你跟小雄子說是什麼 冤枉甘心 這不是我講的胡官講的 他怎麼說 線材難捨 冤枉甘心 就是香港這個政府的社交 對不起 我知道很多聽眾都是薯粉 但是我還是要再說一次 為什麼三個候選人裡面 我知道這件事過了很久了 我還是要再說 為什麼三個候選人裡面 奶媽就是現在的七七七 那個是蒜朗數 那個是蒜朗數 當然我們作為普通香港人不會選他 剩下兩個人 為什麼我不壓住一個大熱的大受歡迎 6,000人出席 我也是廣場的 為什麼我不支持他 因為他就是剩下2.5億醫療的那個人 大家記不記得這件事嗎 還有記不記得 之前他剩下很多基層的福利 當然 為什麼有沒有人記得 他極保守 有人扔蛋 好像是摩哥扔蛋 是 其實想扔689 就扔中了他 是 因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一屆的政府 就是現屆政府 是 就剩下很多基層的福利 福利 包括醫療 是 是 這個時候 有一個候選人就說 這個 善財 什麼叫善財呢 就是 關乎民生 其實不是很多錢的 大家都知道 說來講的 全民退保 當時提出的 只需200多 最多300億 但是你蓋這條 港珠澳大橋 或者你蓋這條 你蓋這條 死人高鐵也過了1000億 是不是 但是蓋這幾十公里 現在高鐵已經過了2000億 是的 因為不斷地追加撥款 有醫療路 迪士尼 剛剛有通過了 就是了 大家怎麼看呢 剪了醫療 但是迪士尼 港珠澳大橋 還有這個 機場三房 是的 大家有什麼感想 是不是覺得很歡愉 在香港生活 刺潘你也好 你不在香港住 不是 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 公共理財 一個方針 公共理財的方針 是要為了最基層的人的風利行先 其他國家 統不統一高鐵 中間會不會成為一個 新的觀念 就是一個大灣區 這些是要有 但是Secondary 搞定你那班基層先 不搞定那班基層 你無謂搞這些東西 自然就是這樣 譬如 這麼多東西裡面 我覺得 教育是很壞的 對不起我想笑 刺官不好意思 聽眾如果突然間 畫面看到有個雲飛過 遮住了 是隻貓來的 是隻貓 是隻貓的尾 是 對不起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有個雲飛過 繼續指貓不會笑 那個教育 現在 一個炒的新聞 炒熱新聞 就是近時的 有一個歌聲 陳美玲做教育局局長 這個我呢 我們在另外一個節目都有人問的 我呢 就說這些呢 是很簡單 是一個 未經證實 炒的 可能是放棄球的 一眾新聞來的 那不著去討論 但是我想討論 想問一下兩位的問題就是 究竟香港教育局這個局 做什麼事的呢 是吃糞的 什麼東西都不做 是糞的飯的 不要批評 不要批評 上一個 吳先生 就是應該做些什麼的呢 教育局是應該做些什麼的 應該教育 應該培訓下一代 應該 make sure 這個社會 香港 不是一蟹不如一蟹 而是人才背出 不要 是清出於藍 不要說他做什麼 別的地方教育是做什麼的呢 別人會制定你的syllabus 你讀什麼 比如說你的學校的系統 比如說外國學校一定是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一定有個school counselor 一定會有一些所謂的 有些career planner 但不是香港所謂 想搞一些生涯規劃 人家是問你 可能中學已經問你 大學想選什麼科 但就不是說一定要金融 賺到錢那些 就是看你興趣 比如說有些科目 看我什麼fee camper 就是人家是全面很多的 還有人家是外國的教育局 或者會逼你做多少運動 音樂 會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但不像香港那樣 教育局長不會去旅行 然後跟你說 一個月讀三十本書 那些 一程記也有十幾本 對 是不會的 那我也說 四書五經不夠 你一程記也看完了 那也是 真的 周易也有一本 對不對 如果我一程記也有十幾本 儒家的十三經 可能只是香港 非澳洲已經看完了 真是 我們那些 真是佩服 真是佩服 佩服 佩服 我們看到眼睛都凸了 多冷辛苦 真是 在我來說 我覺得 香港 我很支持 當年 陳剛博士 有個姓陳的阿剛 他在做政府的課程策或總主任 後來轉去做華人校長 這位陳生寫了一篇 好像是兩篇 是講為何要設立通識教育 當年我是舉腳贊成 通識教育的最重要一個point 就是我們不肯去做應聲蟲 我們有獨立思考能力 不是通識 好像我們老友這樣講 是開了一張叫做白卷的刊文 就說香港是不適宜要有通識 因為它通識應該懂很多東西 很多冷知識 不是這個意思的 通識你要看陳剛總主任 當年設計這個通識課程的時候 是講得很清楚 是有每個人應該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 有critical thinking 有它批判性的能力 這件事我認為不一定是政治性 因為凡人都需要 而且如果用政治性來講 它是抵抗暴力或者暴政的最重要的一個 自己的武器 所以現在就取消了 所以現在就用國民教育 去取代通識教育 這樣就糟了 如果你那些人有獨立思考 還有有批判能力的話 就糟糕了 喂大哥 如果大部分人真的有批判能力 吃飯一吃 吃飯一吃 香港人沒有 有很多事情很奇怪 我們很多議員 尤其是立法局議員 譬如葉劉其中一個 當年贊成 後來反對也很重要 為什麼 朝和晚都不同了 講法呢 就因為它真的看出 原來通識教育最後 在後面是教導到人 是有獨立思考能力 哇這件事真是很牙烟 在暴政的想法來講 因為全部都是希望人家是順從服從 我講一你就沒有講二 現在你教育到人是 你講一我懷疑你一對不對 是成見教育就剛剛目的倒轉 你還記得當年有一個叫做德育及國民教育 當年起碼被很多學生一腳就lock out 一拳lock out 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為什麼lock out它呢 就是因為那些人怕著 就是一個洗腦食教育 將你變成一個忠於黨 忠於政府服從它一切的 服從一切 於是就變成盲目的愛國 盲目的德育 這些真是搞我香港 我覺得殖民地教育都是很頑的 都是不希望你能夠自己獨立思考 但是更加不好的就是現在的中心教育 這些更加使不到獨立思考能夠超張出來 現在我想最重要的教育局 應該擺脫了這些事情 不要再受這些限制 直接就是希望香港的學校教師學生 都能夠提倡獨立思考 但這也是政治任務 它是不會給你的 它是要你走另外一個方向 越順越好 正如北韓它不會跟你說 你要有獨立思考 它只會跟你說你要中軍愛國 金正恩放的皮是香的 一個長八三血痛 金正恩不餓士 是的 或者餓場是黃金 所以就是說 根本現在的教育 現在所有政府正在做的事情 都是為政權服務 所以現在變成 決戰中環 我們forum的另一個節目 一直都在說 其實你反對派 香港的反對派 即是泛民 弱勢 在政黨來說是弱勢 它不是建制 其實他們真正要做的作用 就是有一個影子政府 就能夠 譬如你有一個影子教育局局長 他就是去突顯你不黑劍的肺 他走去推 到底我們真的為求自保的話 他們說我們應該讀什麼 我們應該要有的教育是什麼 而不是有得你不黑劍 喜歡怎樣就怎樣 但偏偏就說 現在他們 就是唉 我不知道 就是除了拉布 我不是說拉布沒有用 拉布也有用 拉布以外 你還要做多很多事情 而似乎就是做得不足 就是你要去監察他 蕭烈地做不是積極地做 你要去監察他 不單只是說他的錯處在哪裡 你要有一個 alternative 可以給他看到 我其實是對的路 應該是這樣走的 他不對的 這樣才有用的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人們就說 你採吊沒有用 就是聽採吊 聽採吊 就覺得你們在抗吊沒有用 有一個聽眾 心想很清的 連阿推咪哥哥 都不知道我做的為什麼 為什麼在玩花呢 其實我是搞色差的 因為畫面裡面越多白色的東西 例如今天 阿Dolin穿著這個白T恤 裡面 沒有帶 沒事沒事 你吃屎了 如果他坐在那裡的話 色差就會好很多 因為畫面 我留意不知道真還是假 但我試過幾次 我發現是這樣的 畫面裡面 越多白色的東西 例如我拍牙 其實都說黃黃的 大家 就會越來越白的 畫面 但如果畫面少白色的東西 畫面就變成我們黃膽 不如抱住雪櫃 所以我經常叫我的子女上台 上來 臭小子幫忙 但他就在上面睡覺 繼續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不是誰做的問題 這個是原則性的問題 是香港政府 有的 就算是我們普選或者不普選 即他怎樣想香港這750萬人的福祉 這個就是最真 這個你不要理它將來怎樣 但問題 都是要有香港人在這個地區 如果奉行一國兩制有它的特點 有它的特別的地方 否則任何事任何部門都不能夠成功 你剛才說的那個清潔那個減費 如果你的減費不是用香港人的福祉去想 也是不會成功 教育不是從香港人的福祉來講 也是不會成功 任何包括警察警力 包括經濟都是不會成功的 因為根本源頭錯了 源頭在最初的時候是錯了 所以現在其實教育這件事 我覺得 你看看好笑的地方 他搞通識教育之後 就真的是這個 港獨思潮 又是在通識之後 當然我們知道 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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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後那班 就是接受了你所謂的通識教育 而出來 因為他自己也感受到有什麼不妥 其實說真的 更加應該是70和80後覺得不妥 因為我們經歷過英籍的管子 其實我們更加有切身的感受 為何現在這麼不妥 但是偏偏現在這一群 70後80後很多 不是全部 是覺得賺錢很重要 香港賺錢的壓力很大 特別生了小孩的 更加有些是這樣 甚至有些是外國回來接受外國教育 都是學不到外國那一套 都是 換言之 是不是他腫的問題 我不知道 就是離地到不恨那些 喝紅酒有gratitude 然後 有感謝主 然後 轉頭 我試過有一次 立法會選舉那一天 我整台客人在那裡 我已經沒什麼心機了 心想 頂你的肺 司馬民 就是這樣 然後 外面那些人 整晚的話題 沒有提過任何關於立法會選舉 或者香港的政局 或者什麼 我不是說秒他 他趕晚來吃飯 可能天天投票就像我一樣 在12時投票就晚上吃飯 不用吃飯 但他整晚沒有說過任何關於香港政局的事 然後 我出來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我當然會提的 我怎麼會不提的 我一定會說的 然後他就說 哎呀 這麼大件事 那我現在馬上去投票 我現在馬上去投票 就知道 投你媽媽嗎 他沒有任何事做選民啊 就是了 我跟他都認識這個人 所以我們很大反應 我不認識個人的 你認識 我不認識 我間接認識 你間接認識 就是這麼廢 你不要以為是廢中 其實是80後來的 80後來的 80後來的 但是都是這麼廢 是呀 是呀 離離到一個不憑 但是我們有一個好笑的話題 很多我們應該說一下 是啊 是呀 就是這個 中國無數天殺地 五大門派現在要宣戰 唯有次官啊 但是他青城 空洞 昆倫厄味 是啊 是不是笑人 笑人沒表態 笑人沒表態 那另外青城 青城不是傳統的六大派來的 是 空洞 昆倫厄味 沒有武當 還有沒有鄉可兒普成 沒有的 為什麼不派陳雲國師出場 一定是他 不是派這個王人 但是他不是打過的 他也是紅拳的 他也是少林的 他拿著行李箱 多勇武才行的 但是他沒有叫他的照片 他也針對他 他也針對他 還有誰是可以的呢 喂 宇宙最強啊 是呀 是呀 那樣好像是 李小林 阿John也是武藍中人 是啊 喂 等我讀給大家聽 由徐曉東掀起的武林封部席卷門派 各門派 經中國官方認可的六大門派 包括 笑人沒表態的 包括俄眉 青城 昆倫 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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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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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冪不迴避 對啊 我們現在要看一看 事緣發生什麼事 就是因為有一個現在額頭還在接膠袍 那個人呢 他是藝生 什麼 他是藝生 不是我叫他賴生 賴地眼 他不是十秒鐘被人收養了皮嗎 十秒 十秒被人收養了皮 十秒 他是楊家還是陳家太極 不是陳家 陳家太極我還是覺得OK很厲害的 老實說 他是什麼呢 我讀給大家聽一下 他就叫做魏雷 他自稱創立了雷公太極 就為楊氏太極第八代開山弟子 聽清楚 他說他是八代開山弟子 不過第六代傳人就說 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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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他輸了十秒被人打倒在地 他就說 因為我穿新鞋 我穿新鞋很傻 我傻傻 還有 還有 他怕用內功會震死人 如果 我真的用耐力就出人命了 震實你的心肺和奇蹟感 是啊 是啊 他真的很仁慈 我真的覺得 他怕一開口就震傷你 他的創意會嚇你一跳 還有對鞋子表示自己很無辜 這不是死語嗎 就是 李時 什麼 李時 什麼李時 被他嚇到好像被雷劈 被人打倒死 他就有個雷字 是啊 是啊 太厲害了 是啊 說來聽 文無第一就無無第二 但是在武行有一件事就叫怨打就復輸 如果自己輸了 最英雄的就認自己輸了 不是說要死雞撐飯過去的 但是這種英雄氣概 很對不起 在國內已經失傳了 是 少林寺我去過 在他最初爛熊熊 是七十年代的七三年我去過 寺山門都是一個爛地 廟門都是很爛 他裡面的佛像都差不多 都被文化大革命破壞都很緊要 是 但是最近我兩年去過 發現燈紅酒綠 在山門那裡已經是五彩繽紛 差不多有少林按摩院 哇 五光十色 酒切玉林 有沒有東莞三十六色 沒有啊 沒有沒有 沒有 是 但是已經註冊為 有限公司 已經是一個法人的身份 這個企業法已經是 是七零年的時候 我們香港最出名的一位 周星馳用了少林足球 這個少林這兩個字 都恐怕會被人告他 因為濫用了這個 trade mark 所以現在不是那麼隨便 用得少林這兩個 trade mark叫什麼字的 很厲害的 他們 你知道賣高藥嗎 少林高藥 少林藥油 很多東西的 他們騙鬼魯 裡面有VCD 有DVD 有藍光碟賣 除了藥油和藥丸之外 還有這些現代的 現代的貨物 很多的 還要出來買那個 不是我們普通美女 或者少林 或者是鮮肉 是穿著和尚袍的 袈裟 好靚仔 好袈裟的 好靚仔的 少林耳珍 是舞珍來的 還有表演的場地收費 進去看一場表演 都收回你幾十元 但是在日常的生活裡 你都見過了那些東西 是 是 所以他怎麼會作出一個 非商業性的考慮 來講這件事 這件事正是大家在想 如何賺到錢 大哥 你加上那六大門派 都不是賺錢的 講一條戲的 他跟你講那麼多戲嗎 我現在有點擔心 阿東東 阿曉東東 他一個人要打 那六大門派 五大姐暫時 是 是 是 但我擔心他 導致六個是一起上 一個人打得死 是 五個砌他一個 還是一個砌那五個 老老實實 我有些朋友 雜舞 例如Brazilian Jiu Jitsu 我有個朋友教這些 就是一下子把你夾在地上 夾屎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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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面剪刀腳 對 就夾到你 動不了 夾爆你的頭 夾爆你下面的頭 總之他夾爆你 你別管 我就說 糟了 這幾個人派出去 我不認識他 認識他老鼠 但有一個 又是太極的人 我覺得這個人應該要出生 應該要出手 為什麼呢 因為上一段落的事 就出生了在一個 糟了糟了 我說不出個名字 那條茂里說自己第八代 藝女 藝女 他說自己是太極 那你是不是應該找一個太極的人出來 證明太極不是流的 不是廢 有一個人叫陳小旺 陳氏太極 如果聽眾不知道他是誰的話 你可以上網搜尋一下陳小旺 在Youtube很多 我看的影片 我們以前有個拍檔叫探長 我也看過的 播給他看 他不相信 他覺得是假的 但我覺得 因為這個人是1945年出生的 就是文革之前 那我就覺得有沒有機會 都還是有些 真東西 真實料 對 過得到他 沒七寸 對 你看他的影片 你嘴巴都抹大了 但他打什麼人 打自己是可以假的 不是 他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懂武術 不知道是不是叫站莊 就是說 很多人一起推他 是推不動的 我聽過 是不是 可能 譬如 他的馬扎也很穩 對 他前後腳 當然不是單丁腳 就是3 pose 瑜伽3 pose 你一推就想 你不推就想 但是很多人 有黑人 白人 鬼佬 很大份 那些 那些wrestler 很大份 那些摔角手 都推不動他 他試過 看過 是在地上移動了幾寸 但他也不會被你推倒 我上網搜尋過 他就說太極 其實他有個重心 即是技術 氣沉斑田 再落腳 下股功夫 很厲害 在金融小說都有 還有他就說 他不是一點 他就像台灣101 他裏面的東西是會動的 即是會動的 射掉你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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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力怎麼推呢 他就游走 射掉你的力 所以你見他即時 射力打力 不是 吵 即時你見到他 好像不動魚山 不動明王 但其實他裏面 一直在旋轉 射掉你的力 所以你們上網看 陳小鑊很冷堅 早幾年還有 但他叔叔現在1945年 我想都蠻蠻的 但是 你為了 要重生 太極的 鴻蜂 你出回來了 不如 做給大家看 好不好 就是真的 陳氏太極 不是那麼老的 嗯 呂王 我又說過 親身見過的情況 你看看 是嗎 這位師傅 這位師傅 你見過嗎 親眼見過 在多倫多 就是教我的太座 當年的太極 陳小鑊是你老婆嗎 不是陳小鑊 是另外一個 是另外一位 這個是 太極的一個的缺弟子 是 他是教太極權 但是他經常很多人會登門找他史事權的 不是奇怪 那時候他是找一間中學的體育場做的 我 有幸見過一次 這位 汪師傅姓汪的 汪師傅 就示範一次 就是你剛才說的那個太極的重心 就是不斷很多人 大隻佬也好 鬼佬也好 什麼人都好 就去推他 去推他 那去推他的時候 多數都是從前面 側面後面的肩頭位推他的 很少說推他的腳 就是推他的肩頭位 但是這個呢 汪師傅每一次都能夠把那個力射了 之後那個推他的人反而被他彈開 我親眼看到的 他不是打你 他是完全借力彈開你 這個你剛才說的那個物理上的原因 我深深相信 他是個重心問題 他的重心和他那種旋轉力 在身體裏面能夠發揮出來 很快速 電光火石之間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推 總一推 他就把你的力射了 然後你的力 就變成自己彈開了自己 這個我親眼見了 汪師傅可以的 這個汪師傅當年也有六十幾歲了 還有我看過陳小旺 除了有人推他之外 就是次官你剛才說的那個 人家已經鎖緊了他 你以為死了就可以了 即是走不了 他已經鎖緊了 怎麼知道他一推 那個人就彈開N尺 這麼厲害 是彈開的 我親眼見過這個 我覺得 不是一種奇幻 也不是一種迷信 他是真的有物理上的可能性 是 是 是不是用來打架呢 是的 我真的想說 打另一回事 汪師傅曾經示範過兩三招 是打架用的 打架用的其實很簡單 就是出其不義 和借歷史體力 出其不義就是他 他的腳 一開射的時候 是腳踏一踏的 那一下被他無情 彪虹 太高賞身 太高有賞 太高有賞 快點 你那一下被他踏正的腳面 我看你很怕者 也有時間搞 你就是要敏石膏的了 是的 要敏石膏 有時候 漁風刺斃 一招掃過來 那些無情敵 就將你掃開 打低的了 那這些東西 我就相信太極也有他的攻擊力 尤其是陳家太極 陳家太極 陳家太極本來我是打的 是斥濟波那個年代 明朝的時候 是用來練兵之用的 除了強身之外 但是這個隔五戰爭 大家知道下場是什麼 就是了 當然 你不可以在海上 賣身又薄的 是的 我明白的 所以就覺得 陳小黃現在是政協 非常高貴的人士 但是也希望他能夠出來 以震太極的洪風 他才會這麼洩帝 因為瑜伽是不能打的 瑜伽的大賽 就是一條人在對摺 再對摺 然後再屈屈屈屈 然後將腳收到口裡 然後再大腿收到口裡 是這樣的 OK 你真的不要想著一句話 沒有 OK 就是表演沒有曲 我再補充一下 汪師傅是吳家太極 是 是吳公義的 的兒子 傳他的 吳家太極都是強身健體 但是呢 到很熟悉的時候 已經不經意 是有了一種來歷 不經意的 如果你說要運的力出來 那些就不是太極 不經意 這樣已經是制服到你的了 因為太極最出名的是四兩撥千斤 還有二度氣度 是啊 是啊 我們有個朋友也是太極的 他不是說 阿南公主 但是他說 那個人不行 只是只學個楊家 出來和人比 沒有你不學多幾家 哪有用呢 是不是 他覺得他太窄了 我覺得他太窄了 我覺得他太窄了 阿南公主 很難的 是啊 所以我又說話給你聽 兩位 你知不知道 我們舊老闆 阿邵逸夫著視你 是太極高手 是嗎 真是打的太極 真是耍的太極 但是他不是真的打到 沒有人敢打他 是不是 你是不是都說被他法官打死 在我們那裡 綠色 對 原來他是太極高手 沒有人跟他試過 不過呢 我相信他的把布 都很穩的 是 不然 唉 不然很容易就 倒了 喂 怎麼convince人啊 大哥 你跟他試完之後 你就要去收信了 是啊 大信封的 真的 那張三封嗎 你知道了 現在方長可能很小器 是啊 對 因為方長隔壁的人都可能很小器 但是你說什麼 我呢 就不一定相信 我不是說不相信 但是呢 因為沒有實證過 但是我知道哪個 真的太極高手 誰 特區政府 個個都是太極高手 是不是 是啊 是不是 現在呢 就是做公司 就說呢 做官的千萬不要太極 是啊 但是你看看現在是不是 個個有誰 局長不是太極高手 是啊 每個都很厲害的 每個都很厲害的 這些的 這些都是實證來的 所以 是不是 嗯 是不是 我們將節目濃縮 精華化變成一小時 我們其實精華化一小時 再凸多十四分鐘出來 已經 咳咳咳 咳咳 誰在現場在節目搞到 吵著阿姐說話 OK 繼續 是的 我們已經濃縮了 再凸多 差不多十五分鐘出來的 是 bonus 送幾十五分鐘 不收你們的錢 我怎麼說呢 是不是 各位聽眾 好了 如果各位聽眾覺得我呢 又漂亮又瘦了的話呢 你千萬不要去嚴謹 因為你看對了 我一個禮拜 瘦了五六磅 不是啊 但有人投訴 我們的節目不夠高清 是啊 為什麼我們的節目不高清啊 阿BB 什麼啊 Youtube的問題 不要緊 我們先研究一下 如果大家發覺我呢 我又要再說一次 不要打斷我 老人家看不到 就是呢 又瘦了又漂亮了的話 的確是沒有看錯的 不需要厭眼 我真的一個禮拜瘦了五磅 如果想知道我怎樣做的話 明天看如是我問 OK 一定看 明天我教你們了 可以生金飲食 對 生金 生銀 生銅 生織都可以的 OK 明晚看吧 生銅的還可以 好 生蛇啦你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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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